咕咕大家好 我是洋晴 今天我要來分享我的旅遊工具 還有我使用這些工具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們是我忠實觀眾的話 你們都一定會知道說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旅行的人 如果你是新朋友不知道的話呢 就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任何新上傳的影片 今天我把我的旅遊工具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呢 就是很重要的 網路的部分 網路的話 目前我們比較常用的 我比較常用的方式有三個 一個是最一開始那種開通網路 因為不管你是什麼電信公司 都可以開通網路 開通網路 然後第二個是Wi-Fi蛋 然後第三個是SIM卡 開通網路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比較偏向商務的客人會用的 像是如果你是去出差 公司會幫你支付開通網路 因為這樣對他們來講比較方便 如果你要聯絡公司的話 可是那個對於一般人要去旅遊的話 那個費用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像是一般去旅行的話 我都會選擇說像是Wi-Fi蛋或是SIM卡 Wi-Fi蛋的話我之前用過 我覺得Wi-Fi蛋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第一個它消費沒有很高 就是它租一顆沒有很貴 而且如果你是很多人一起的話 你們可以一起去分攤那些租金的話 其實一天好像 我那時候還多少錢 一兩百塊吧 其實就沒有很貴 如果你們大家一起Share的話 可是它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24小時你隨時隨地都打開 因為它可能會有流量的限制 然後再來它會有沒有電的問題 所以你變成是 如果你變成要準備一顆行動電源 專門給你的Wi-Fi蛋充電 不然就是分享你的行動電源 隨時充你的手機跟你的Wi-Fi蛋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點不方便的事情 而且你沒有辦法說 啊我想要跟我男朋友聊天啊 或是我想跟家人聊天 隨時隨地上網打卡 沒有辦法隨時隨地都有網路 所以我們現在像我們家的話 我們都會偏向使用SIM卡 我們家比較常去日本 日本的話我們都會買那個 Apple Store的日本的SIM卡 那我覺得那個是我們用起來最順 然後開通最方便的 它開通都有中文解釋 所以就很簡單 然後如果你是到歐洲的話 我跟我媽我們都會用KK Day KK Day它有一個歐洲32國的一個月用SIM卡 然後我們有試過了 因為我們也怕說我們到到國外之後 因為我媽買的 可是她很怕說她到了機場之後 她沒有辦法聯絡到我 因為她不會開通 後來我們就有試說 如果先在台灣開通的話 有不OK 我們試完就發現 在台灣先開通 然後試過就可以 其實所以是可以在台灣先開通的 你就是在前一天晚上 或是你在出發的前一個小時 你把它開通 其實就OK了 而且你說啊這樣子會浪費幾個小時 其實它一個月 如果你出去玩整一個月的話 其實不真的不差那幾個小時 所以在台灣開通的話 其實是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種SIM卡是 你到國外去買當地的SIM卡 可是會有個問題就是 你要在沒有網路的狀況之下 找到那一間店 然後你進去店裡面之後 你要怎麼跟店員溝通說 你要買它 你要買你要的東西 然後 因為我們都會出國做 我們都會做功課嘛 然後做功課的時候 你就會有時候會發現說 網路上資訊是比較舊的 你到現場他可能會更新 更新之後你就發現 啊沒有你要那個版本 然後版本如果又變的話 就會變得很麻煩 就不知道怎麼使用 然後又要跟店員溝通什麼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家的話都是像 媽媽爸爸或者要出門 老人家要出門的話 都會還是比較建議說 可以買在台灣用中文就可以解決的 Wi-Fi的SIM卡的部分 第二個是餐廳 餐廳的話其實就是 我是一個對於餐廳沒有什麼大要求 我沒有說啊我一定要到這個地方 去吃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很有名 我不是這種類型 我是方便為主 因為 如果你限制餐廳的話 變成說你就固定的規劃 有可能你繞到很遠的地方 你到處還要回去那間餐廳吃飯 這會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 我們出國的話 我都是用 大家都知道的 Trip Adviso 對 大家都知道這個網站 就是因為有開通網路 所以說 我可以隨時隨地的在街上 我就可以查說 我最近這附近有想吃是什麼東西 然後不會離這邊太遠 這個不用講大家都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Google Google它上面最近 就是有那種星級的評價 無顆星的評價什麼之類的 這個都很簡單 這個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交通的部分 交通的話 我覺得我想要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你到了之後 從機場到你住的飯店的交通 跟你到達飯店之後 你要開始整個旅行的交通方式 從機場到市區的那種快捷 或是搭地鐵 還有一種就是接駁 這三個方式的話 我覺得第一種跟第二種方式 你一定要做足功課 然後如果你是北包客的話 當然是當 這兩種是比較便宜的shuttle 跟機場到 機場到市區的快線 然後再來就是搭地鐵 這兩種就是 你要自己坐公車 這兩種就沒有什麼好解釋 我也是都是 我幾乎都是使用這兩種 最後一種就是接駁 接駁的話就是 看你的飯店有沒有 然後通常它的費用都會很高 我們家最近要開始使用的是 KK day 最近真的很 我沒有幫 我沒有幫KK day打廣告 就是我 看到我覺得最方便就是 有媽媽 爸爸媽媽那些 一起出門的話 KK day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因為上面有一個就是 其實是不是全部國家都有 這種接駁服務 我不知道 可是 法國的話是有的 呃 它是從 戴高機場 或是不管你是從哪個機場 你都可以到市區 只要 你的 郵地區號是75開頭 75就是巴黎地區嘛 你知道是75開頭的話 你都可以用KK day接駁 然後它有分工程跟包車 而且就在你的行李很多的狀況之下 然後你又對那個地方不熟悉 搭KK day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方便的方式 就是你只要預約然後在台灣全部都付好錢 我覺得一切都ok了 然後你只要找到對的那個定點 網路要開啊 真的要開 就可以 就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困難的 所以如果你是人很多 大概4個人以上的話 你差不多就可以考慮包車啊 或是什麼 法國其實境內也有很多包車的服務 然後我都有查過 查一查去還是KK day最便宜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專門做那種包車 或是接駁的服務 你們都可以上網查看看 可是我最後查出來 我查了好幾間 最後還是 最後還是KK day最便宜 然後再來是 交通 室內市區交通的部分的話 當然不外乎就是 地鐵 路面電車 然後還有一些像腳踏車啊 或是租車的服務 對旅行的人來講 最方便最方便 其實還是搭地鐵 第一個話 你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的話 你可能搭Bus 或是搭Town 就是路面電車的話 你可能會很擔心說 我會不會下錯站啊 當然搭地鐵也是會下錯站 可是 地鐵的話 我覺得困難度比較沒有 巴士或是 呃 路面電車高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 比較採用地鐵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想看 那個 陸地上的那個風景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外乎去嘗試一下 大家路面電車 我覺得路面電車是一個非常非常 好的 因為現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路面電車 不管我去過每個國家幾乎 都有路面電車 我在歐洲裡面的旅遊 我都沒有忘錄 所以我是怎麼 我是怎麼去查那些路線的呢 我是在出門之前 我在飯店還有WiFi的時候 我會把今天會去的地方全部都截圖 先查完 用Google Map查完 從哪一站上去 哪一站下去 然後 往哪邊走 全部都截很多張圖 這樣我才不會 只有單一個選項 所以我會列很多個選項 列很多個路線 所以變成說我在飯店的時候 我就會把所有的路線全部都截圖 截好 我出去之後 我就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到吃飯的時候 我才去查下一段 就是下午的行程 是怎麼樣我在截圖 所以就變成說 早上出門之前 跟中午的飯店 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是需要一個網路的狀態 我的方式是這樣子 然後給大家參考 然後腳踏車其實也是一個方式 可是腳踏車的一個麻煩就是 你沒有辦法使用手機 所以就變成說 腳踏車就是很考驗 呃怎麼講 你就變成 我在倫敦的時候就是騎腳踏車 因為比較便宜 便宜很多 因為倫敦交通費實在是太高了 我在倫敦的時候就是騎一段路 然後我就停下來看一下手機 看我的 因為Google的話 雖然說你沒有開通網路 它還是會有那個定位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只要知道我的目標在哪裡就好了 所以就看我有沒有騎錯 可是也是一個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經驗啦 如果你想要在城市裡面騎腳踏車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提供租腳踏車的服務 不管是店面租腳踏車 還是你像在路上 像U-bike那種服務 其實都會有 只是 有些需要信用卡 如果你沒有信用卡的話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我最近最常做的就是租車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租車旅行 因為租車旅行 第一個輕鬆 第二個方便 雖然說你還是要腳顧路費啊 跟停車費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 它能讓你去的範圍 旅行的範圍變得更大了 而且如果你朋友夠多的話 其實大家一起share起來 其實沒有很貴 然後像歐洲的話 它有一個系統叫做 BlaBlaCar 如果你對搭便車 或是工程的話 有興趣搭便車的話 你們不妨可以去試試看BlaBlaCar 可是BlaBlaCar有一個麻煩就是 它需要有手機號碼 跟信用卡 對 因為當你預約了BlaCar之後 它會寄給你 它會給你 呃 我不太確定它會不會 它是寄Email還是寄電話號碼 然後 因為像我在法國使用BlaBlaCar的時候 就是它會寄簡訊給我 然後我就 那個駕駛它會打電話跟我聯絡 可是就會變得麻煩 就是它都是用法文 BlaBlaBla跟你講話 我就會很慌張 你可以傳 SMS給我 就是你可以傳簡訊給我嗎 因為我比較會讀我不太會講 所以就變成是這種狀態 可是它這樣share起來 其實有時候會比你搭Bus 或是搭 就那種長途的 像是我要從五空 然後搭到巴黎的話 我有時候就會選擇 BlaBlaCar 因為它比較快 因為有些駕駛它會開比較快 就比起你搭巴士快 大概會快 有時候會快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左右 再來是租車 租車的話 我最常使用的網站是這個 這個它是Pooking.com旗下的 應該是它的 我不知道它是合作 還是它 一樣是Pooking.com這個集團裡面的租車服務 反正你就是 按Pooking.com進去之後 你往下拉 他們就會有寫個租車服務 你就點下去它就會連結到那個網站 它是我比較過最便宜的租車網站 在歐洲地區 因為有很多 就是租車公司有很多間 然後它會幫你整理最便宜的出來 然後如果我 我有試過如果我去個別 一樣是去它給我最便宜的那一間租車公司的網站 進去那邊點我要的車型的話 一樣那個車型 價格有差 差蠻多的 對 它是我找過最便宜的 就是這一間 比起其他的 一樣是那種租車入口網站 當然你們還是可以比較看看 可是我比較過後是幾乎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是不會去換 所以這幾次我租車的話 我都是透過這個網站 然後他們的服務我也覺得還OK 租車的話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你在點選那些選項的時候 它只能選一個駕駛 然後你另外駕駛 你每天要搭 如果你有兩個駕駛的話是需要加錢的 然後 對於像是下雪的天氣啊 如果像是你是冬天來夏天來 它會有不同的 你會有可能會有不同的需求 就是你可能會去下雪 比較下雪的地方 你會有擔心說 啊它需不需要換雪胎 或是說 我是不是額外的需要做些什麼 什麼保險或什麼 然後 這些就變成說你個人 你個人選擇 因為駕駛需要有保險 所以如果你是臨時 你想說啊沒關係 我就一個人 然後我就換別人開的話 然後到時候出事情的話 那就是你們必須自己 承擔這些問題了 然後再來就是保險的部分 我基本上我都是保全線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 刮到車啊或是什麼 我基本上我都是保全線 然後賣賣助系啦 就是啊 我絕對不會撞到什麼之類的 說不定哪一天就讓你 就是撞到 或是刮到車 就是變成你額外還要再保那個費用 保全線 然後保全線會有兩個狀況 就是 你去領車那一天 註冊公司會問你說 你需不需要保險 因為 你是透過網站保全線 所以是那個網站幫你保全線 而不是這間註冊公司幫你保全線 所以我第一次註冊的時候 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說 我以為 我以為我已經保了 所以我沒有保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你沒有保 然後 可是我是在那個網站 然後註冊公司是看不到那個網站 我保什麼東西 所以等於說 我保了註冊網的全線之後 我又再保了這間公司的全線 所以我付了兩個全線 這樣加起來金額就超驚人的 所以 如果你有在網站上已經保全線了 註冊公司問你說 你要不要保全線的時候 你可以說 不用沒有關係 因為我試過 是沒有關係 只要選一個保就好了 可是通常的話 那個網站上保全線會比較便宜 我比較是這樣子 給大家做個經驗參考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住宿 住宿的話現在 就是分成兩個大部分嘛 一個就是住飯店 一個就是住飯店的話 就有很多網站啊 像是什麼 Pukin.com 或是Hotel.com 或是 Akoda 或是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入口網站 住飯店入口網站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Airbnb嘛 然後我現在比較喜歡使用的 還是Pukin.com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入... 飯店的入口網站 的價格 我覺得沒有差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有差 可是沒有差到非常多 所以我很懶得每一... 每一次出國的時候 我都要去比較 每一間入口網站 這對我來講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基本上 我都是用 Pukin.com 除非是在Pukin.com上面 沒有這間飯店 已經沒有位置了 我訂的那個日期沒有位置了 我就會再用別的入口網站去查 同一間飯店 欸這是有差的 你們不要覺得沒有差 因為每一間飯店的配額 它配給那個入口網站的配額不一樣 它有可能配給這間比較多 或配給那間比較少 或是說 它會預留一些給現場客 或什麼 你可以打電話去飯店問 像我六月的時候 我媽媽會來 所以我們就要住巴里的飯店 然後我就找到一間飯店 可是我在Pukin.com上面看 已經沒有房了 然後我再透過別的入口網站 我就有發現到 還有房間可以訂 所以說 我除非是在Pukin.com上面沒有房間的 我才會用別的入口網站再去查 不然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去那間飯店的官網上去訂 其實也會有的 它會有一些房間是 預留給飯店 所以說 你不用擔心說 我就是想要住這間飯店 可是這個網站沒有 那你就可以去試試看別的方式 或是 基本上那間飯店的網站都會有 只是價格當然是會有差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非常夯的 AMBMB的部分 AMBMB的部分 其實我 目前做到歐洲的話 還OK 可是如果AMBMB 你沒有租車的話 有一些房間它是比較沒有那麼方便的 我在歐洲其實我沒有很偏好使用AMBMB 因為 AMBMB的話 它是有時候會需要你跟房東一起住 或是它有一些狀況是 它的房間是沒有電梯 或是它房間比較老舊 然後還有一個方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這間房東 它到底會不會 確實的去打掃 所以它房間不是很乾淨 你看起來可能很乾淨 或是你看起來 在網站上看起來很OK 可是你到現場發現 呃 其實沒有那麼的乾淨 或是它偏舊 或是說 你覺得它的床單 或是它的房間 會有一些 霉味阿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對於乾淨度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做得像飯店那麼乾淨 尤其是如果你又帶著長輩一起出去的話 爸爸媽媽他們對於飯店的整潔度 其實就對於 跟年輕人比起來 我們都是住那種 新年旅館 我們就可以解決的 可是爸爸媽媽不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AMBMB的話 還有AMBMB就是真的 當你要扛很多行李的時候 它沒有電梯的時候 你真的會扛到很死 呵 當然還是有一些飯店它是沒有電梯的 可是 如果你是住那種連鎖的 或是商務的 基本上 至少都會有 基本上啦 不敢說全部 可是基本都會有 我最近有在網路上看到說 其實 AMBMB在日本的話 還蠻常有放鴿子的情形發生 當然 你被放鴿子 你被房東放鴿子 因為你已經付錢你被放鴿子了 你當然你可以跟AMBMB要求說 就是它可能在補給你晚住宿或什麼 它退你錢 可是它頂多就是退你錢 它沒有辦法臨時給你一個住宿 然後我最近真的看了很多 就是訂了AMBMB 可是最後被放鴿子的人 真的很多 所以說我選AMBMB的話 我都會選說 前面已經有住宿 住宿過 好幾次的人 如果它是新的 新的AMBMB的話 基本上我會比較 不那麼考慮 所以 因為我也不想冒那個風險 我到那邊去 然後它不符合我的理想 不然就是說 被放鴿子 我目前在歐洲 我是沒有看到有被放鴿子的經驗 如果你有被放鴿子 請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想知道 因為我對於這種經驗分享 旅遊經驗分享 我也非常有興趣 可是像是在日本的話 看到那麼多 那麼多人被放鴿子的經驗 其實我還是覺得會怕怕的 因為其實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 因為AMBMB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民宿經營管道 如果你是真的經營民宿的話 你是需要去申請執照的 它只是一個 人人都可以變成房東的一個 讓你 就是類似Uber 所以它的爭議性其實很大 所以就看你的風險 你要不要冒這個險 我還是會去訂AMBMB 只是我會去更加的去選 那些房東或是房子之類的 像我之後要去 購媽媽他們去尼斯 我去尼斯我就會訂AMBMB 好的 這是我今天的旅遊工具 跟使用這些工具的分享 如果你們也是使用跟我差不多 一樣是這些工具的話 或是你覺得你有使用到更好的 你想推薦我的 你也在下面留言 然後你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 你有遇到一些不好的經驗 或是有些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 麻煩你也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我很想知道 好 那就是這樣子啦 希望接下來我可以順利的定期再繼續拍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